啥情况,小五妹妹的手怎么变成这样子了? 小五妹妹想打败这些小怪物,她想修炼成天使之手。 小五修炼天使之手可不是这么简单的。 加减乘除都要会算。 可是小五他没有上过学,连一年级的数学题他都不会。 谁让小五是我的好朋友呢? 小可爱们都很喜欢小五。 我要来帮助小五修炼天使之手打败这些小怪物。 哇,小五的手竟然变成了蓝颜色。 蓝颜色的手臂是魂力最高的。 小五的手简直太神奇了,可以随时变换。 这些小怪物根本就不是小五的对手。 都让小五打飞了。 猪猪青听说小五修炼成了天使之手,成为了斗罗魂力最高的公主。 猪猪青有点不服气,她也要修炼天使之手。 我才不帮助这个猪猪青呢。 这个猪猪青老是和小五抢堂三。 小伙伴们都不喜欢猪猪青。 可不能让猪猪青修炼成天使之手。 那只有一个办法,不让她加魂力。 看到有加法的时候,我们要让猪猪青的手绕路走。 猪猪青的两只手都没有修炼成天使之手。 猪猪青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